大家好,我是艾瑞絲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出外景呢? 沒錯,今天我們來到新的婚禮場地喔 其實它已經有一陣子了 只是比較少人知道 那今天艾瑞絲就特別來為大家開箱這個新的婚禮場地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喜歡美式的那種戶外庭園婚禮 可是往往都要到陽明山對不對 今天我們大家要坐車勞頓比較辛苦 這也是很多親人會考慮的點喔 那如果說在這個坐落於台北市的大安區 在這個溫哥街附近的寧靜小巷弄 有一個這麼好的場地 反美式庭園婚禮一定很棒吧 那今天就讓艾瑞絲帶你們來看看這個 在人文會翠寧靜至遠的小巷弄裡面 有怎麼樣美麗的場地呢?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這邊就是大院子主要辦婚禮的庭園 艾瑞絲特別喜歡它這裡有一棵大樹喔 這個大樹成為它的主視覺 會讓整個空間非常的有層次 而且如果說我們中午在這裡辦婚禮的話 是戶外的 那賓客在這邊享受整個戶外的庭園 也不至於太熱 只是大家可能要帶一下防蚊液啦 畢竟這種戶外的空間都很需要喔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一起來看看主要辦婚禮的玻璃屋 現在艾瑞絲站的地方就是我們辦婚禮主要的玻璃屋喔 現在玻璃屋幾乎是每個網美餐廳的主要標配 那在這個玻璃屋裡面辦婚禮啊 賓客可以享受光影跟樹 非常的大自然 非常的清新 跟一般在房間的那種商務感差很多喔 那現在就一起來看吧 那很開心啊 我們今天邀請到佛羅拉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關於在這個大院子的場地 如果說我們要來擺設我們的祖桌 還有新娘的走動動線的話 該怎麼使用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佛羅拉 那在大院子來講的話 通常主桌啊會有三個位置 可以讓新人挑選 對 但是我們最主推也是 新人最喜歡的呢 就是這邊的長桌 大家看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一整排西式的長桌這樣子 對 那到時候其實是可以依據我們的這個人數 然後來做主桌人數的調整 對 就是長桌其實它都是四人桌 所以是可以去 例如說把它隔開 對 就是可以稍微就是在做挪動這樣子 對 只是說大部分新人可能還是喜歡 一整條長桌比較西式婚禮的感覺 哇 在這個玻璃屋的這個長桌當主桌真的很棒耶 而且擺上這些桌花好有氛圍喔 超美的 對 而且我剛發現啊 並客也不怕說 因為他們做長桌的關係 然後會互相卡住動線 兩邊要走出來其實都很方便耶 對 是 對 那新娘應該很期待要如何進場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喔 如何從裡面走出來進場走到長桌 新娘速度示範 慢慢慢 怕你們想睡 開始快轉 不要學喔 會跌倒 特地保留走完完整的過程給你們看 這種過程別的地方看不到 尤其不是在飯店 很有特色更值得分享 只有自己體會過才知道 我們覺得很珍貴 特地不刪減完整呈現 來來來 新娘 身為婚禮焦點 要用這樣的速度優雅進場唷 攝影師說 讓我們都拍幾張照吧 錄影師說 給我們調生路吧 對 然後另外啊 如果說我們不想坐這邊的話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面向 因為有些新人可能會 care到說 欸 這個場地它是比較偏L型 那他希望他坐的位置是可以 全場的親友都可以看得到他們 或者是他們也希望可以看到全場的親友 那這個位置的話 就會建議是在這邊 就是這裡 喔 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號稱的情人雅座 那可以 新娘坐在這裡 可以看全場親友 是一個最好的視線 那當然如果說 雙方家場也要一起的話 爸爸媽媽其實也可以一起入座 這個位置最多是可以坐到六位 真的可以看到全部的會場 對啊 所有賓客都可以看得到 沒錯 好 那如果新娘選擇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看如何進場吧 好 那除了第二個位置之外 接下來我們會有個隱藏版的第三個主桌的位置喔 那現在就帶老師來看一下 好 好 就是這邊囉 這邊的話其實主桌 我們是可以把它併成長桌 就像剛剛我們第一個位置一樣 可以坐到十二位 對 那如果說新娘子是希望可以從大門口進場的話 那就是可以推薦主桌在這個位置 我們來看看從門口如何進場 我們等一下進場啊從正門 但是啊我們要先繞過整個休息室 走到後面喔 所以會建議啊 新娘來我們前面把裙子 先這樣保護好 避免還沒有進場就弄髒喔 好 那我們新娘要進場囉 如果穿有裙擺的禮服 建議要有專業小管家協助新娘 小管家通常由負責婚禮流程的單位提供 不是新密老師負責喔 新密老師主要負責照顧妝髮造型 不建議再去兼小管家的工作 這天我們只是演示 才沒有另外安排小管家特別跟大家說明 從後面看更能感受很棒的進場速度 新人跟爸爸有空也可以多練習這個進場速度喔 優雅完成進場囉 分享更多在大院子拍的艾瑞絲禮服照片 我們下集會分享這在這裡使用戶外證婚的場地 介紹如何預約這個場地及新娘房的安排 記得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喔